平川说冷静天天两目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由兽组对抗王林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TH潮汐猎人 出生在地图 右下角是蓝色的兽组ID是Fox 是一名韩国的兽组选手 最近的话Fox的大赛成绩很不错 已经超过了令 所以说目前世界排名 他的积分已经超过了令 荣登为世界第一兽组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王林 ID叫120 目前我们国内顶尖的王林选手 排名也非常的高 在王林的排名当中 仅次于Happy 荣登为世界第二王林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王林这边首发的是DK死亡骑士 诶这边分场也已经安排好了 那是一个科技蜘蛛流的开局 好我们看一下兽组这边 兽组首发的是先知 这个打法的话还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打法 就是先知配猎头 这个打法是2020年瓜哥率先用的一个战术 最近的话这个胜率也是非常的高 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王林的话很早就派了一个小师生 诶在这里侦查 我们看一下兽组怎么去选择上来 看看兽组上来是选择练级呢 还是说去骚扰 DK走出祭坛 这边的话 哇商店坐在里面买了一个骷髅棒 这里看看先知过来 诶 过来先知的话想练一下这边海龟 小师生说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那DK也在练一组小海龟 双方啊在是吧 彼此相对的位置来练一下 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运气啊 这里先知打了一个性感丝腕啊 敏捷加三 我们看一下DK DK打了个治理加三 我感觉还是DK这个装备稍微好一点 好这里的话把小盘线解决 又找几个骷髅出来 再练一下这边的海巨人 诶 先知打的倒是比较的激进啊 练完自己的海龟 直接过来抓王林 王林这里的话 诶 这个海巨人练完的话 看看这边这个四级的巨魔战士 能处一个什么装备 这个DK玩的和这个 这个DK玩的和剑圣一样 打保留 诶 这两个装备加起来很不错啊 智力加三 然后再加一个头环 头环的话是三维全部加两点 这样的话 开局啊 这个DK直接就智力加五了 这一波DK很舒服呀 魔法池是吧 非常的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练哪个点呢 先知的话 现在是加力旁边啊 来了两个猎头 自己的这个部队战斗力啊 增加了不少 所以也在疯狂的练击 DK在这里练一组小于人 这里不过又是一个 加智力的装备吧 好我们看一下 练完之后 哇 刚说完又是一个智力加三 这开局的话 DK智力直接加八 哇 感觉要起飞啊 这魔法池 长得非常的快 好 这里再练一个点 这个练级节奏 非常非常的紧凑 先知 先知的话练的到位 稍微的有点啊 有点散 没有这么的紧凑 看看这边先知 能打一个什么装备 先知打了半天啊 打的怪都不怎么掉宝 好 这里 哎呦 运气终于时代运转 打了个大蓝 我们看一下DK DK的话 在这里 把这个物击的柴熊人A掉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出一个不错的装备 那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能会出一个蓝牌 刚才智力加八 这边再加一个蓝牌 哇 这魔法值直接加一两百啊 很舒服 这里的话 哎呦 刚说完 直接就打了一个蓝牌 好 先知过来抓一波 先知的话到了三级 这DK也到了三啊 DK现在有二级C 那你这边想杀对方的蜘蛛 基本上不可能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亡灵的话 二百马上升好 兽足也是啊 双方科技差不多 目前是三级DK 带两只蜘蛛 但是兽足这一边的话 是三级先知 带五个猎头 不过呢 DK还是猛啊 身上的蓝很多 无限C啊 感觉 好 一发C带走一个猎头 先知也是残血赶紧跑 哎呦 开局DK 这个神装啊 真的是有点起飞的感觉 本来兽足这个战术 是一直压着这个亡灵来打 但是没想到亡灵这一波啊 不得不耍妖灵这个练剂的节奏 确实非常完美 已经算准了 是吧 什么宝 掉什么宝 这边直接开局啊 直接起飞了DK 我们看一下这里 狼在追这个蜘蛛 但蜘蛛追了半天 也追不上 亡灵的话 二发了一个小黑 可以的 小黑把你的小 把你的小猎头A掉 马上站起自己一个库楼出来 先知好 状态补的差不多了 赶紧消耗一下DK的一个血量 好 就能招出来 这边想杀一下小黑 小黑还在追杀这个猎头 哎 猎头卡一下位置 这边应该追捕到了吧 再去里面有点危险哦 好 小黑赶紧赶紧回头撤一波 这里的话 DK马上有一发C了 老牛站了出来 哎呦 老牛差一点 如果早快一秒钟啊 一脚踩 把对方小黑留下来 就很不错了 那这一波DK 赶紧带着自己的小黑 赶紧撤一波 加厉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三本已经升了一半 独在场也已经安排好了 紧下这个加血车一来 DK这个续航能力 就无限持久了 老牛现在赶紧 老牛一技能升的 居然是光环 反正双线练 马上就要到二级 这里先知 继续去找对方的一个麻烦 亡灵这里的话 要找机会把小黑练起来 小黑如果能练到三 到时候杀完对方的猎头 站起二级阔楼出来 亡灵大军就会越来越多 我看到一个评论很有意思 他说一看见这个小黑 感觉就想看那个 感觉就想看那个权力的游戏 刚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打了个什么装备 直接是酷偶给了这个 这里的话又是一个投环 这DK智力直接加10 这一具的DK很舒服 我们看一下 这边先知有点嚣张 但是走到了亡灵的主场 那你先知消耗能力完全不行了 这里看看老牛 双线练到了二级半 装备的话加我公爪 再加投环 虽然说不错 但是和亡灵比起来确实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 好亡灵三本身好 这里练一个大点 看看兽组能不能过来抓一波 这个点练的还是有点大 看看6G的石头人能出一个什么装备 DK要不要让一下经验的 让自己的小黑马上到二 这里的话DK承担了6G石头的一个石头一锤 这里看看出了什么装备 哇打了个风暴尸角 部队护甲增加一点 这一波打下去的话 亡灵部队护甲增加 DK基本上有无限的蓝 就很舒服了 哎 先知在这里抓了一波 好大部队也冲了过来 这一眨眼老牛已经练到三级了 哇这二级踩一踩的话 亡灵直接被逼动 亡灵赶紧交TP DK非常的果断 闪电链一根 哇狼一咬 这里还是有一个蜘蛛被杀掉 那这一波的话 兽阻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太平点 大猎头升级好 老牛到了三级 亡灵这边我们看一下 亡灵这边把所有的智力装 全部给了这个力去 乌妖 刚好乌妖是一个智力型英雄 一给的话 这魔法值增加 攻击力增加 就很舒服了 好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身上的话暂时没有TP 没有TP 那千万不能被地方抓 要是练击的时候 被别人抱一下屁股就很伤 那这里赶紧把怪拉出来 练一波 好 兽阻在旁边没有过来抓 我们看一下双方一个人口 兽阻45人口 亡灵这边44人口 双方人口差不多 这里的话亡灵看看 七级的乌龟能处一个什么好装备 这边直接打了个大篮 这一局的亡灵 真的是含着金钥匙出身是吧 想要什么装备就来什么装备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老牛打了一个吹风 身上还有个无敌 无敌的话就是尽量保证老牛开团的时候能是对方去 对方的部队中央各种惨 这里往前冲 然后贴了一个加速 小黑直接沉默 这里把DK吹起来 想杀英雄 想杀巫妖 巫妖 好幸好巫妖走位还是比较谨慎 这里小歪又变了一下DK 一发C 闪电链 差点把巫妖给秒掉 那这一波没有秒掉 巫妖先知反被秒掉 哇 这双方这个操作是非常的极限 那这一波的话 小歪赶紧再变一下老牛 老牛也要死了吗 我们看一下老牛十滴血 好十滴血 这一波的话 部队把亡灵的部队稍微卡了一下 老牛要是阵亡的话 兽数这一波就没了呀 这双方中间一碰 结果的话 这个兽足小秒对方巫妖 没有秒成功 自己的话反被杀了一个先知 而且老牛也差点被杀 太危险了 这一局 好 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 王林这一波团战打赢 那接下来 这个五级 五级材料 不会再掉一个蓝牌吧 再掉蓝牌的话 好 这一波的话 幸好是打了个水晶球 那王林这个 是吧 是运气呀 终于没有那么好了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乌鸦二级 小黑二级 哇 小黑马上要到三了 这里小鱼人练完 小黑可以直接到三级吗 这里看看 三级小鱼人 解决掉 哎呦 还差一点 还差三点经验 这里我们看一下 兽足的话 复活先知 地动 农民一钻 稍微防守一波 王林这里的话 要抓紧 王林应该会再 补给一波 然后一波把这个兽足给带走 小歪想去买英雄吗 往外面一冲 这里的话 DK 直接去这里买一波装备 无敌群补 安排好 要发车了 刚才小微啊 小歪也是想去抢一波装备啊 大战在即 全部无敌 必须安排好 那这一波装备提前 被王林给抢掉了 那接下来 兽足有点伤啊 兽足兽足的装备 确实跟王林比差的有点远啊 这里看看 先知 先知的话即将复活 三级的先知 三级老牛 再加二级小歪 三三二的一个英雄等级 王林现在马上要四三二啊 马上要四三二了 哇 这里的海龟也被这里练掉了 哎呦 这一练的话 哎 这里有一个失误啊 有一个失误 小黑的话 居然把无敌给点掉了 那出现了一个小失误 好 不过无双大牙 这一波王林 还是大部队往前冲啊 四三二的一个等级 兽足的话 再加 哎 居然想去外面搞事 这边兽足身上啊 暂时没有tp 王林上来 第一时间拆一下地洞 好 双方阵型拉承好 开始米开持ac了 哎呦 上来一发nc 直接把对方的一个猎头给杀掉了 那先知 走位小心一点 这里老牛 老牛的话被沉默 没有踩出来 小歪 批插 直接被杀了 批插了一个腿 老牛现在 终于踩出一脚来了 非常的不容易 好 先知闪电 收割了几个蜘蛛 先知升到了四级 老牛也升到了四级 这一波老牛再踩一脚 但是 但是 老牛赶紧撤一波 老牛不好状态 然后再去踩一脚 这一波兽足 好像稍微打回来一点了 哎呦 一发c 老牛不敢往前冲 那这一波的话 兽足 依靠自己非常巧妙的走位 慢慢的打回来了一点 王林现在补给能力不太行 自己的车子被秒掉 这个 哇 这个老牛的话 又是险些被秒 抬了起来 贴个加速 赶紧撤一波 但现在的话 老牛没有状态 没法上前踩 那兽足只能暂时撤退一波 王林好 终于有车子过来了 哎呀 刚才车子被对方给秒掉 补给能力啊 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现在把兽足赶跑 马上过来继继续拆一波地洞 这边兽足地洞一拆 人口要卡住啊 老牛去买了个无敌 老牛没有无敌 不敢往前冲 那看看这一波无敌一开 然后再踩一脚非常不错的 完美的脚啊 就很舒服了 这一波老牛看看 找紧去挥 找紧去挥 上来 哎 无敌躲c 一脚一踩 哎呦 磕多扛不住啊 磕多扛不住 老牛我们看一下 老牛这脚要不要踩 老牛往前冲 哎 往前踩一脚 好 追脚踩完之后 老牛已经没有回头路啊 直接被杀掉 那这一波兽足 没有老牛的话 完全就没法打 兽足打出季技 我们恭喜亡灵 我自一举 很小很小剑啊 亡灵居然那么好的运气啊 打了非常的不错的装备 一般兽足和亡灵来打 都是兽足神中啊 各种剑胜跳拼 那这一句的话 亡灵也是啊 证明自己的运气 也不会太差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